你寫了這次在中國的武器當中 這個無人機 夏威克一直在講說 無人機是全世界發展的趨勢 應該這回一定有無人機出現吧 對 這次你看他們展出了 一共三款 其中有一款已經上次展示過了 這一次有兩種新的 就是翼龍GJ01 然後跟BZK005 當然了 大陸的媒體 他就把翼龍GJ01 跟什麼PK 就跟美國的MQ-1 略是無人機 其實我想應該是差不多 重點應該是在這個裡頭 也就是衛星通訊的能力 今天掠視者他為什麼能夠很強 主要就是因為 第一 他在進行攻擊任務的時候 對不對 或說偵查任務 其實他的飛行的位置 可以跟他的控制的人員 可以隔到相隔半個地球 也就是說你在藍地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總部 就可以直接操控在阿富汗 或是當時伊拉克上空 飛的MQ-1 範圍這麼大 對 他透過衛星的通訊 所以就是說今天 GJ01這個翼龍飛機 其實如果他本身現在 能夠透過衛星通訊 能夠做到跟美國一樣的話 那我可以說 他們兩者之間的效能是接近的 第一 大小也很接近 第二 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MQ-1 底下也可以掛個兩枚地獄火飛彈 等於說它最早原先是 RQ-1偵查型的無人偵查飛行器 現在變成具有攻擊能力的 這種大陸的說法叫做查打一體 偵查跟打擊是同一體的 查打一體的這個飛機 你看 MQ-1這邊有光電征收儀 這邊又有地獄火飛彈 所以它可以偵查又打擊 同樣的 翼龍 它們現在改的其實叫做 攻擊 攻擊一型的意思 它這個你看 也有跟美軍的MQ-1 一樣的光電征收系統 這邊也可以吸掛空對地的武器 然後而且它其實吸掛的載彈量 好像還比MQ-1大 基本上來講已經接近到 MQ-9復仇者等級了 但是它我們現在對於它本身 具備的衛星通信能力為何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以現在中國大陸 它本身進行人造衛星的部件 資訊傳遞的速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能小覷 第二個就是 它這次有一款新的BZK-005 它要跟什麼來PK呢 跟RQ-4來PK 這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我可能就有點意見 對 要跟美國PK一下 雖然說什麼都要跟美國PK一下 但是如果把這個BZK-005 跟RQ-4來比的話 那真的是差差比雞腿 對 因為很事實上 的確 RQ-4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然後飛行時間最長 而且飛行高度最高的 這個無人偵察機 而且以效能來講 今天RQ-4它本身具備了 合成孔徑雷達 還有紅外線的偵測系統 它的偵察能量來講 是戰略等級的 這個BZK-005 我們很仔細的觀察以後 嚴格來說 我個人認為 它的確也是一個大型的無人機 但它的速度相對 跟RQ-4來講 它慢非常的多 它的速度大概只有 150到180公里 因為它是用一個螺旋槳 轉子引擎推動的 RQ-1是一個噴射 RQ-4是一個噴射的發動機 它前面具備的 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光電徵收器 然後從它的機體來判斷 它沒有辦法塞進 像合成孔徑雷達 這樣大小的這種東西在上面 所以它應該還是個 戰術等級的 無人偵察飛行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它跟RQ-4相比的話 真的是叉叉筆跡 但是我們真的不能夠 藉此就忽視 中國大陸在無人機方面 激起直追的進道 跟企圖 我們這些純仁 來看看 我們要再掌握